5月29日晚,今日说声的林允通过微博晒美照并配闻到,一碰上好天气就想背着双肩包装满我爱吃的零食去旅行 是时候走一波清新风,做个精致的女孩子了,喜欢这股清新风吗? 照片中,林允披着一头史上的长卷发,背着双肩包,蓝色衬衫配半身裙,笑容甜美,犹如照射在她身上的太阳,十分的阳光,青春亮丽 此清新美照曝光后,网友纷纷为官并留言称,打劫你一书包的零食,永远都是这么有气质,美美的样子,让人觉得很心动 5月29日,有网友曝光了两张范冰冰李晨的近照,照片中,范冰冰身穿白色长裙,头戴草帽,帽子上是有一个黑色的大大蝴蝶结,既优雅又可爱 李晨身穿白色Polo衫,头戴黑色鸭舌帽,背着双肩背包,与范冰冰牵手前行,画面浪漫又恩爱 七夕近期李晨的欣喜在美国筹拍,范冰冰也将探班,5月29日也正好是范冰冰李晨恋情公布三周年的今年日 两人这是要一起去好好游玩一下了,莫非是好事将近? 粉丝看了忍不住留言感叹,529快乐,糖很好吃,一转眼就三周年了,时间真的过得很快,当年的我们还记忆犹新 5月29日晚,林志颖通过微博晒双胞胎儿子弹钢琴的照片,并俏皮的配文称,双胞四手连弹 照片中,一对儿子身穿红黑短袖,坐在钢琴前对着乐谱弹奏,兄弟俩配合默契 胖乎乌的小手十分的可爱呆萌 网友被对温馨幸福的照片吸引,纷纷围观并留言称,双胞认真起来的模样好可爱呢,被萌化了,这可能就是幸福吧 对这样萌萌的孩子,我是没有抵抗力的,太可爱了